還記得昨天的音樂大挑戰嗎 我介紹了來自我的首張創作EP 第二首歌曲快樂 Tommy 後面尾奏的後半段 那其實這首歌曲這個地方的彈奏 其實就像我之前介紹過火影忍者的音樂大挑戰 是一模一樣的 它其實就是在原本的架構下面 去做了不一樣拍數的彈奏的群組組合 所以會讓你感覺好像有不同的數量 組成不同的一組 然後循環的彈奏 所以像這首歌曲 它原本的狀態應該是三連音為基底 所以就會長這個樣子 在這樣的基底底下 我們會傾向於去聽三個音一個循環的狀態彈奏 像這個樣子 你有沒有覺得這樣子的彈奏其實很舒服很好聽 因為它很自然 我們三拍一個群組 我們就會一直聽到123123的循環 12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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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我們就會很容易去抓到它的循環在哪邊 它的拍子在哪裡 但是我用了火影忍者配樂烈士同樣的概念 下去做群組上面的設計 我把兩個三連音總共6顆的彈奏 我把它變成了2加上4的狀態彈奏 所以它就會變成 12 然後接著1234 再聽一次 12 然後1234 所以在這樣子的彈奏狀況下 我一樣彈奏了6顆 我一樣彈奏了兩個拍子 但是原本你的聽覺是3加3 但是被我改成了2加4 所以在聽覺上面你就會有 怎麼有東西好像搶了 有快了 然後有長有短的感覺 然後它的拍子好像又在原本的地方 然後在這之間你就會有一點混亂 有一點混淆 所以我們來比較看看 這是正常的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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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接下來這是我設計過的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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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樣子你學會了嗎 你還有聽過什麼樣的歌曲 它的拍子原本應該也是正常的 但是總會有個地方讓你覺得它歪歪怪怪的嗎 歡迎留言告訴我 最後也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們下個禮拜見